我想要再跟各位介紹 这边还有其他的loop可以做选择 loop在这一个画面 我们点进去之后 有很多类型可以选择 例如我们来试试看乐器的部分 这边有康家音乐 这些都是可供选择的康家音乐 例如我们听听看这个鼓八停八康家 或者是这个另外一个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奏 那就可以直接把它拉进来 那拉进来之后可以做调整 例如我不要这么长 或者是我可以把它往后移动等等的形式 那一样我们可以试试看 在这个播放的时候 我们把它推到最前面 我们来播放听听看这三轨的主意 那在各轨都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 这边往右边推开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调整 每一个音轨的音量 甚至可以暂时把部分的音轨 先把声音消掉 我们就单独听某一些声轨 例如我们先把这个智慧型的鼓主 跟康家音乐先关掉 那我们听到的 就会只有吉他的和谐 好那我们把它打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音量大小的设定 例如如果我要把吉他变很大声 我可以把它往右开 如果我要把智慧型的鼓主变小声 往左移 康家也变小声 那我们听听看这样的声响效果 或者是我吉他声音适中 或者智慧型鼓主把它放大 那康家也适中 我们可以听听看这样的声响效果 所以使用者可以依据 每一个不同的乐曲来做不同的设定 以上就是这个Grudge Band 最简单的和弦的录制 加上鼓主 以及另增其他音轨 简单的操作形式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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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